我们把麦克风关掉了 谢谢主委 如果继续要再这样子的话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巡达时间火药味十足 是因为陆委会主委邱泰山 捞过戒讲了这段话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海巡海军 从来没有侵入过大陆的 不管进陷水或领海 到底是谁来入侵 真的真的是你的前面 不满邱泰山频频强话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 干脆暂停时间 让场面一度尴尬 罗志强直询一开场 就要邱泰山表态 表示陆委会是根据 宪法成立的单位 是否同意副总统赖清德说的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邱泰山这样回应 我想要讲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一定有他的逻辑思维 但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思维 谢谢您显然我们的邱主委 也不敢附送赖清德 总统当选的金居民 我是蔡总统的陆委会 非常担心 像你这样的态度 怎么配合赖清德总统会来施政 栏尾轮番开炮 不满邱泰山 从陆客团陆配 惊吓海域冲突问题 都甩锅给其他部会 立委痛批 既然陆委会跟对岸 完全没有公通协调管道 不如裁撤算了 我们看到陆委会跟海基会 这样子的 这个没有功能 所以我们觉得 要嘛裁撤废除 要嘛组织整病 另外针对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两会期间提及 要不断壮大 反独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邱泰山重申 陆委会必须搜集各方资料 才能研判 对此没有正面回应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